今年高雄巨蛋的春季旅展全台首創 在南部的旅展当中 成立了海外留学主题馆 相当特别 许多家长为孩子着想 纷纷有游学的计划 旅展本来几乎是国内国外旅游 这次主办单位特地邀请各式代办公司 规划日本 菲律宾或是欧美地区 等12个国家的留学游学代办 让大家前往当地边玩边学 那其实很多的家长在帮小孩子规划的时候 会思考到如果小孩子他在语言能力不够 他是否能够去做留学 基本上来讲都是先从游学做一个初阶体验 适应该国环境之后呢 他的语言如果需要再做提升 以及想获得该国的特殊学院 比如说瑞士的一个设计学院 意大利的艺术学院等等 那就可以进而跟这些代办公司询问说 是否有做雅思检定的这个认证 其中菲律宾游学吸引不少人关注 为什么呢 业者表示费用相对便宜许多 而且特别的是 菲律宾当地的语言学校盖得非常豪华 像个度假村villa 游学期间周一到周五会做语言强化课程 六日就会规划跳岛观光行程 边学边玩一举两得 所以他们在很菲律宾的主流产品上 分成四周六周八周 可能四周一个月 他只要这个学费就三万多块 事实上你看一个出国行程 五天失业就三万多 你看换个角度思考 你让小孩去四周体验菲律宾当地文化 这样的一个选择事实上是另类的一种旅游商品 所以呢我们也是考量到旅行社会者 并不能做旅游学的一个代办 所以这次主办单位邀请了六家的一个代办业者来加入 简单来说我七年前有去菲律宾游学 那到那边的时候 其实原本对这个也是充满的疑惑 那后来我们每一天有四堂的一对一课程 然后还有三堂团体课 那我们的同学他不是菲律宾人 老师是菲律宾人 但同学都是日韩居多 所以你在那边你可以有一个全英文的环境 所以基本上大家进步都很快 许多人向往国外旅游 但如今也掀起一股游学风潮 身处在一个全英文的环境中 让你更勇敢的说英文 接受语言的熏陶 英文能力或许就在学习中悄悄进步 记者邱玉婷 庄书亭高雄采访报道